那我這邊順便跟老師介紹一個 其實OBS裡面也有 本身內建一個瀏覽器 如果老師呢 您所需要的 你可能是 都是看網頁內容 其實也可以使用這個 那 通常我用這個我會給 老師或同學玩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氣象主播 氣象台嘛 對不對 我想大家電視上看還好 我們給大家玩另外一個 這個呢因為時間不是很夠所以你就看一下 我在這裡面 應該有一個 您進到我這個裡面的話 我的開講裡面 有提到 有沒有 玩過太古達人 有嗎 去百貨公司或是遊樂場 沒有玩過嗎 要花錢 但是在這裡玩不用花錢 這個呢還可以兩人PK喔 所以如果你想玩那個 在OBS裡面把它記錄下來 一樣可以像我們剛剛那樣玩 所以我跟 同學都是這樣玩的 來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網址 有對不對 我把它點下去 好 這樣就進來囉 稍微等一下下 有沒有覺得看起來畫面很熟悉 有去玩過的應該都知道嘛 可能要 10塊20塊 甚至更貴的 那 我現在呢 要把這個畫面抓到OBS裡面怎麼辦 簡單喔 點到它 有沒有網址捲起來了 我就把它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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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來 拉上來 放開 他就問你是不是要開這個網頁 有沒有 有沒有 我都是用懶人絕招喔 你如果要標準的就從這裡 開啟瀏覽器有沒有 這樣也可以 好 那我這樣進來了 等他一下下 他正在Loading中 那麼 我們畫面就會進到這裡面來 好 把它放下面 有沒有一樣進來了 可以徵求一位老師來前面玩給人家看嗎 呵呵呵 有沒有哪位老師要來前面玩一下 有聽到聲音的齁 老師去百貨公司玩我可不可以問一下你看的是日文版還是中文版 我發現我玩的大部分都是日文版比較多 不好意思這網頁有中文版 所以呢 我在這邊 我看一下這個聲音 我調大聲一點 好 按下去啦 按下去 沒有 沒有效果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上面按的話是不是在移動他 所以怎麼辦 你要跟他做互動 這個是我們所有來源裡面唯一會有的就是在這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發現叫互動 我們視訊沒有啊 視訊也沒有跟他說什麼互動進來就進來嘛 視窗抓就抓 可是這是網頁 我要操作網頁就需要這個互動按下去 這個才是你真正的 好嗎 所以如果有雙螢幕會比較方便 按下去囉 這樣 會了齁 有沒有看到DFJK 鍵盤上的 如果你是手機上的 就真的有那個鼓喔 你就 多多多就好了喔 所以按下確定 他不是在這裡 在這裡有沒有 確定 他有雙的模式 第一個先選歌嘛 對不對 好 卡通的 這一首我會 有沒有跳過妖怪手錶 有齁 那有 這幾種模式嘛 我簡單的就好了 如果有雙人的 可以PK DFJK 有沒有 啊這個你應該知道嗎 這個比較大的 是不是有兩個 對不對 兩個要一起按喔 這個按一個 這個 這樣會了嗎 這個 這個要會 這很好的運動喔 好 這個跟老師分享一下 這個叫做 在螢幕上可以玩的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自己的畫面抓進來了 你知道這個 為什麼 直播玩遊戲 他們喜歡用這個嗎 因為你可以有自己的畫面講解嘛 對不對 我可以是 播別人的 也可以是播自己的 就跟這樣的感覺一下 OK 好